长安街知识APP昨天介绍过,因为不满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美国政商界的超级家族向特朗普发难,最近,这种事层处不穷,花样翻新。 这部,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贾塞提近期率团访华,在香港,他就公然和美国总统唱反调,趁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不满非常愚蠢,并宣称自己治下的美国第二大城市,将继续和中国保持正常业务关系。 事实上,这位耿直的市长还有更大的野心,此前曾有传闻着,贾塞提有意参选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目标只举特朗普。 紧急公关贾塞提的这番言论,是贾塞帅团出访亚洲时做出的。 此次,由洛杉矶政府官员,各行业商业领袖,组成的商务代表团,在世界内完成了对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访问。 此次出访的背景正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贸易领域掀起波拉,对身为地方领导人的假载体而言,此次出访或许算是对为至线有投资伙伴关系的一次紧急救火,因而被外界广泛称为亚洲贸易之旅。 去年,洛杉矶共接待了110万中国游客,与中国的双轨贸易量达到1500亿美元。 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城市生存状况,做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政府提出的增收关税措施全面生效后,洛杉矶市与关税主要针对对象,中国间的经贸往来无疑将大大损税, 假载体预测洛杉矶将遭到的损,释出两大港口货运量会面临近20%的减损啊, 就业率和资本投资效率也会受到波及。 缺者出身的假载体对此有一定的预见性,因此在中美贸易冲突升级,美方限制中方负面投资的背景下, 他领导的是政府仍在致力于推动中国投资,而关于贸易战,他从不避讳自己的立场, 考虑到一家出现的就业机会减少,GDP增速方法,美国海外地位下降等情况, 最终会成对现任政府的一个评价,华盛顿目光太短期眼,制定计划只考虑未来十小时, 跟着市长贾赛提早已不是第一次公然上升现任总统,早在特朗普参选时, 当时正带领洛杉矶市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贾赛提便对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表示担忧, 认为会影响洛杉矶在评委会中的形象,之后再扣留联邦拨款,终止气候政策, 跨性别者服兵役等问题上,贾赛提平均第一时间发生反对特朗普的决定, 在气候问题上,更是耿直道义行动表示,任何总统都不能让我们停下, 坚持无论华盛顿做何决定,洛杉矶也要继续投资清洁能源,继续实现减排股标, 显然,特朗普的率只未能打动这位市长,反而引发了贾赛提对于其会影响美国, 在国际社会参与度的忧虑,或许对当局做决定总线,考虑的不满表现得太过明显, 又传言趁贾赛提要参选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他本人则表示最晚将在明年决定是否参选, 现年47岁的贾赛提,七领袖之路可以追溯的大学时期, 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城市规划期间, 贾赛提是校学生会成员,并担当多个社团主席, 2013年,贾赛提从事议会议员一月当选, 为洛杉矶史上第一位犹太裔市长, 并在四年后赢得连任, 贾赛提的政治宫典, 或许也与自己的学术经历有关, 在研究种族冲突和民族主义时, 他曾在东南亚和东北非生活过一段时间, 这位耿直的市长和中国也较有渊源, 12岁时随父母第一次来到中国后, 便对中国城市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担任洛杉矶市长期间, 贾赛提也多次访华, 或参与大使馆举办的文化活动, 上任一年后, 洛杉矶便和广州建立了有成关系, 国内后援美国国内对贸易战的强烈反对, 贾赛提并不是孤立, 来自政坛的志医生向来不绝于耳, 共和党内部, 不少议员纷纷表示, 目前的政策对农业不公, 最好的办法不是补贴而是停止加分关税, 甚至有人认为,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计划, 会使美国重回大萧桥时期, 除此接受影响的农业, 汽车制造业案, 近日,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也遭到来自学姐的打脸,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传闻表示, 美国和中国开打贸易战, 最好的结果, 也仅仅是美国所受损失不大, 特朗普对于中国贸易密差, 的狭隘关注, 可能导致提输掉贸易战, 而来自金主的警告则可能更为有力, 为共和党政治活动提供大量资金的能源商人查尔斯科科表示, 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自我封闭, 将造成灾难性后果, 其旗下的科科工业公司则拍摄了一样贸易, 不要补贴的广告, 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